hello小猫鼠们你们好 我是妍奇 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一些 禁组一辈的好东西 拍戏的时候真的是挺苦的 所以我就总会带一些 好吃的好玩的 首先是这个三明治鸡 还有这个养生糊 早餐吃的好不好 能够决定你一天的幸福指数 在外卖的话 做的吃的也太舒服 所以即便是禁组 我也都会带上他们俩 自己做早餐 真的是很方便 用他做三明治五 三分钟都要不了 养生糊呢更简单 比如说我早上喝个粥 或者是银耳羹 就把它丢进去 让它自己煮 就可以去洗漱 你洗漱好了 也差不多熬好了 一个热腾腾的早餐 就等着你啦 还有这是我必备的 咖啡神器摩卡壶 因为我是每天早上 都要喝咖啡的人 特别是拍戏的时候 早上要早起 需要消肿 但是很多时候你拍戏 周围是没有咖啡店的 有的时候五六点钟 他们也没有办法配送 所以每次出门 我都会自备这个摩卡壶 努力常推荐给一些 需要早起努工的大工人 虽然现在一些素容咖啡 也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 自己这种 现厨的咖啡的味道和品质 而且自己煮咖啡 也是用这种仪式感 开启快乐的一天 吃的方面 我还会带这个 亮白棒 绝对是金属必备 我一般都用它来解馋 因为开启的时候 需要我长时间 保持你很瘦的那个状态 所以我基本上都不太感 碰到最爱的甜食 那我想吃甜食的时候 就吃跟这个蛋白棒 泡水含量特别特别特别低 但它的蛋白质含量 又是非常的优秀 所以呢 再给你饱腹感 跟满足感 它有很多口味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摩卡口味 吃起来有点像 好朋友更坏的感觉 对于减肥人吃来说 非常好 所以每次吃它 我都会忘记 自己是一个减肥人 然后就是 书啊 游戏机啊 iPad啊 音箱这一些 其实还是大部分时间 并不像大家看到的花絮那样 小伙伴们都经常聚在一起 玩得很开心 多数情况就是 怕起来就 回各的酒店 在房间 自己该干嘛干嘛 所以带一些跟自己兴趣 爱好相关的好 东西 让自己拍完戏之后 放松放松也是很有必要的 那我一般会在这种 悬疑科幻类的小书 然后还有我的iPad 我会买的最大型号 平时看看电影啊 看你casting 当然还有 可以玩一些 休闲乐类的游戏 动物森友 可以点大 这种游戏就是玩起来 你又不会觉得太累 又不会一玩起来 你就用不下来耽误工作 像你们平时 中午休啊 也都可以 还有这个 电邪音声 你别看他很小很近 他的音质特别特别好 每天早上起床 晚上收工 洗书洗澡 我都会拿他来放音乐 整个人就会特别放松 享受 其实我们每个人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 但是如果老是处于一个 尽工的状态 那可能时间长了 你就会怀疑自己 到底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那我们在工作之里 也可以好好地放松放松享受生活 拜拜